纵横大历史 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那么在上一讲当中啊 我们是谈到 在北京师范大学 造反派红卫兵负责人 谭后兰的带领下 北京的红卫兵们呢 是冲到了山东屈服 与当地的红卫兵们结合起来 成立了讨孔联络战 要讨伐这个孔子啊 那在1966年的 11月15号和28到29号 这个讨孔联络战呢 是两次召开大会 表达了与孔子这个 2000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啊 势不两立的态度 红卫兵们呢 把有200多年历史的孔子像 从当地的孔庙大城殿里面 拖出来 放到了解放牌大卡车上 游街示众 一批曾参加过 孔子学术讨论会的官员 还有学者呢 则是被一同游街 被打成了所谓的 孔子的孝子贤孙啊 陪着孔子挨斗 接下来呢 一场极为疯狂 席卷了孔庙 孔府还有孔林的 毛氏革命行动 就正式的开始了 这场所谓革命行动的 发生日期 是1966年 11月29号 当天的屈服啊 天气阴冷 似乎在呼应着 这一场劫难 根据这段历史的 亲历者刘亚伟的回忆 当时红卫兵们 是大举出动 对孔氏家族的目的 展开了掘墓活动 文革史研究者 刘延迅的文章中呢 引用了刘亚伟 对当时情形的回忆 那么是这样说的 刘亚伟记得 哪天吃完早饭 听说谭后兰 要带领北京来的 红卫兵 去拔孔子墓 刘亚伟呢 就跟一帮孩子 跑到孔林去看热闹 他们赶到的时候啊 孔子墓周围 已经挤满了人 挤不进去的人呢 就爬到树上 还有围墙上 负责维持秩序的红卫兵 手挽着手 拉起了人墙 山东纪明地区 和区府县的几位领导啊 是跟在谭后兰的后面 再往后呢 就是一大串 带着高帽子的 所谓牛鬼蛇神 这个挨斗的人 那么坟墓前呢 那块高大的墓碑上 涂满了口号 红卫兵们 把一根粗绳 套在墓碑的上端 人员分成两队 一队 抓住一边的绳子 等待着号令 这个时候啊 高音喇叭声 就响了起来 说 八坟破土一事 现在开始 于是呢 巨大厚重的大城制胜 文宣王碑 就被拉倒了 摔在了碑前的石头供桌上 断成了两截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从北京赶来的 中国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 摄影师啊 是跑前跑后 记录下了这个破四旧的壮举啊 这些革命小将们呢 为了更快的掘开墓穴 还动用了雷管和炸药 刘亚伟亲眼看到了 孔子的坟被炸开 坟种上的黄土啊 到处都是 刘亚伟站在那 身上落满了 细碎金栗子一般的泥土 而在他的眼前呢 红卫兵们正在往树上系绳子 然后呢 就把挖出来的尸体给吊起来 呼吱呼吱的啊 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活 那这次所谓的这个什么革命壮举啊 墓里面呢 一共扒出了五具尸体 分别是孔祥科 还有他的夫人 还有孔令仪 以及他的妻妾 那么尸体刚出土的时候呢 保存还很完整 但是很快呢 就被红卫兵 还有农民的铁钩给戳破了 尸体啊 就像撒了气的皮球一样 迅速的憋了下去 那么以上呢 就是刘延迅 他的文章里所讲的内容 那么他非常用讽刺的这个语调啊 把这种所谓的破字旧行为 说成是啊 这个壮举啊 所谓的革命壮举 对吧 这是很讽刺的意味了 那么这里面提到的孔祥科和孔令仪呢 分别是孔子的第75世 还有这个第76世的嫡孙 他们呢 是已经过世多年的晚清 还有民国时代的人物 这下呢 他们也不能再入土为安了 在被挖出来之后的几天呢 这对父子 还有他们的妻妾的遗体呢 就被曝师示众 任由啊 人们进行围观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 红卫兵的这个挖坟行动啊 其实还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呢 根据刘延迅 得另一篇文章所述 在山东区府的当地 大量趁火打劫的人呢 也是纷纷出动 趁机大捞一票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那么刘延迅的文章说 当年 红卫兵挖墓后 这里的村民就开始 风抢墨里的陪葬品 紧挨孔林的林前村 当年呢 流传着 一夜挖出个拖拉机的说法 一些人呢 就是靠挖孔坟啊 结果发家致富了 那么最为夸张的是呢 一位曾被指派 去保护孔林的村干部啊 后来也带头啊 领着人去挖 去这个劫掠 那么红卫兵呢 这个时候呢 曾经想阻止挖坟的扩大化 但是啊 是无力控制 村民们呢 眼里只有金银 谁来阻挡呢 就是一顿暴打 那么当时啊 从这个大小孔家子孙的墓里啊 挖出来的金银珠宝 是不计其数 银行呢 来收金银 96块一两 前后啊 收了多少啊 收了30多万块 那么一同被挖出的玉石呢 因为不收购 所以就立即被村民视为废品 被孩子们拿去 系上绳子 在路上甩着玩 那么这次挖坟行动的总体情况啊 实际上比上述记录所显示的 还要大上很多 根据文革史研究者张顺青的技术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那么张顺青的文章说呢 挖谁的坟墓 流传的说法呢 是挖孔家的前三代和后三代 实际上呢 挖的是孔子 孔李 孔吉祖孙三代 还有孔祥科 孔令仪 后两代的坟墓 并且拉倒砸毁了大批的石碑 滑表等等东西 那么由于啊 年代久远 在前三代的墓里 虽然呢 下挖了很深的坑穴 但是继未见到海谷 也没有出土任何文物之类的东西 在后两代 衍圣宫墓穴和这个棺锅中呢 则挖出了不少东西 陶孔联络站 主办的陶孔战报 1966年11月30号登载 说从这个孔令仪的坟墓中 取出了黄金630克 碎银250克 银元宝1000克 玛瑙玉器等84件 那么这里要说明一下 这个孔子的嫡系子孙呢 他往往被古代的王朝啊 封成衍圣宫啊 那么这里提到的衍圣宫呢 其实就是指的这个孔祥科 还有孔令仪这两个人啊 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纵横大历史栏目的回顾文革 我是主持人孙成 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孔令仪的墓中啊 出土的这些金银财宝 对于亲眼见过的 或者虽然没见到 但是听说过的某些人来说呢 成为了一种很大的诱惑 激发了他们试图大发横财的欲望和行动 过去没有想的 或者是不敢想的 现在可是敢想了 过去没想干的 或者不敢干的 现在呢可是敢干了 那么于是啊 向孔林进军 一夜八架拖拉机 那是孔林周围一些公社生产大队的行动口号 还有追求目标 还有的学校和单位呢 到孔林去建了农场去搞生产 就这样呢 一场后续的大破坏 再次降临了孔林 根据屈府市方面的统计资料指出 在占地三千亩的孔林里面 十几万座坟墓被挖了两千多座 四万二千多株树木 被砍伐了上万棵 四千多通坟墓的这个墓碑 被拉倒了近千块 实际上呢 八坟这个事情并不止限于孔林 屈府境内的孟母林 梁公林 绍号林 东西严林等等 都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那么由此可见呢 这次挖坟行动实际上是一次超大规模的破坏 还有劫掠 进行劫掠的绝不只是许多想趁机捞一票的个人 他的背后呢 有不少公社 还有生产队 是一种集体的行动 除了大规模毁坏 还有劫掠坟墓之外呀 这场毛式的革命行动呢 也对其他种类的文物展开了大规模破坏 当时啊 红卫兵们是高呼着口号 这些口号呢 有什么彻底捣毁孔家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那么就把从孔府还有孔庙 拉来的孔子塑像 还有这个至圣先师的巨匾 古代字画书籍 对联牌匾等等所谓的反动文物啊 投进了熊熊大火 火蛇吞噬 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 一片片黑色的纸灰和一缕缕 黑色的灰尘 被西北风托扶着上旋 冲上高空 飘向寺外荒凉的原野 那这场大破坏行动啊 从1966年的11月9号 是一直持续到了12月7号 进行了几乎一个月 在这里呢 有必要列出这场大规模破坏 所造成的文物损失清单 以提醒各位听众 这是一场何等巨大的破坏行动 那么仅仅根据初步调查 被毁坏的文物呢 就包括 烧掉各种古书籍 2700余册 各种字画 929件 照片756张 烧掉撕毁丢失和处理各种服装 2100余件 烧掉和丢失碑贴 52件 各种古瓷器 砸坏 384件 景泰兰丢失11件 木雕刻 砸烂丢失38件 玉翠丢失15件 历代石碑 拉倒砸毁2000多通 其中呢 孔庙 孔府还有周公庙 石碑 拉倒砸毁了石碑 147通 那么 汉画像石刻 砸毁8块 普蝶资料 卖掉了多少啊 卖掉了32232本 总共呢 是重10778.5斤 档案啊 丢失了28卷 各种铜器 卖掉及砸毁 149件 铜佛卖掉320个 西佛9个 佛楼 竹台 1142斤 历代各种青铜钱 卖掉1379斤 红铜壁 254斤 木器家具 砸烂盒丢失 734件 古笔墨 燕台丢失29件 那么这个是 屈府市的文管会 在1973年做的统计 实际上呢 这份详细的统计清单 还有很长 我读到的呢 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限于时间还有篇幅关系啊 我是不可能把这份清单 给完整的读出来 那么这些巨大的数字呢 如同一个个巨大的感叹号一样 提醒着人们 这场大破坏的规模之巨 之恐怖 之疯狂 我们要注意的是呢 上述的这些文物啊 仅仅只是文革中 被毁坏的文物的 极小的一部分而已啊 那么这简直 按照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细思恐极 对吧 在这里呢 值得我们进行追问的是 这些红卫兵 这么疯狂的破坏 孔府 孔庙还有孔林 真的仅仅是因为 他们全都丧失了理智 他们全都疯掉了吗 那么正像我们此前曾经 多次讲过的那样啊 文革当中人们的疯狂行为 固然有很大部分原因呢 是出自当时中共 极端的意识形态宣传 但这绝不是唯一的原因 实际上呢 在文革当中 有许多看似疯狂的行为背后 都有他的一套 内在政治逻辑 表面上看呢 在屈服大搞破坏的领头人物 是谭后兰 然而呢 要注意 仅仅是一个谭后兰 实际上是无法擅自进行 这种规模的行动的 在谭后兰的背后 还有一股更大的 更高层的 热衷于推动天下大乱的势力 在进行着策动和指挥 这股势力呢 就是中共高层当中的 毛派分子了 那么 对于中共毛派中 究竟是谁在推动 受益贪后兰 这样做呢 今天的记录中 却又不止一种说法 那么这个问题 我们下一讲再谈 感谢大家 这周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